美国政策台湾解读 华府动态精准掌握 让您看东美国了解华府 掌握天下事 我是张国华 每个星期晚上十点 我在中间全球现场和您见面 好至于宋楚瑜的父亲 很多观众可能比较没有印象 他就是陆军中将宋达 军人风骨对宋楚瑜是影响至深 曾经就甚至因为奉命助手 不能离开岗位 宋楚瑜的大姐细水溺壁 宋达是直到解除任务 才回到家见到女儿最后一面 宋楚瑜一度是对父亲不谅解 直到了年纪渐长 才体会父亲是以国为重 每次回忆其往事都气不成神 中国54年 23岁的宋楚瑜正在服兵役 父亲宋达将军访式松山机场 父子俩留下了这张珍贵合照 难得父子同穿军装 照片里头的宋楚瑜双手扫兮 抬头挺胸 既骄傲也忐忑 宋楚瑜的父亲宋达是黄埔九旗 民国38年 他带着一家老小 跟随蒋中正撤退来台 7岁的宋楚瑜 从此的台湾落地生根 历经了兵荒马乱的年代 宋楚瑜怀念父亲 总是心情复杂 我父亲在坐镇 军命在身 调动在那边直到了深夜 10点钟回到家里 看到的 是他的女儿 已经冷江江的 我们家里面的人 从来没有怨过父亲 几十年过去了 宋楚瑜仍旧难掩激动 难忘当年10岁的大姐 游泳溺水命在旦袭 奉命镇守海防的宋达 接获通知 尽管心急如焚 依旧坚守岗位 为国为民 没见到女儿 最后一面的遗憾 转化为对儿子的期待 宋达把所有希望 寄托在宋楚瑜身上 当这个政府拨迁来台湾的时候 所有的政府 包括军方的政务官 家境都蛮清寒 当年的军券 吃那个配鸡米的时候 听说那个米里面 还有沙石 宋楚瑜因为爸爸也很忙 然后他又很聪明 那个时候的父母 特别照顾孩子就是 帮他读书 陪他读书 所以他爸爸一定既以厚望 宋达是很疼爱这个宋楚瑜 送给他字典 字典都等于都写了一段 勉励他的话 听说这个宋达 他的记忆力很好 他受到他父亲的遗传 跟习惯的影响 所以他能够在政坛上 这样正通人和 六个兄弟姐妹 身为长子的宋楚瑜最受宠 宋楚瑜曾经回忆 母亲胡耀蓉 替父亲做的麦片鸡蛋粥 宋达常常会留几口给他吃 让他乱忘那股甜美滋味 我父亲告诉我的 做一个人要规备举举 不能够随事而逐流 一个人要讲原则 一个人要讲道义 能够有这样子的顶甜美滋味 就是台湾和国家的国家 宋达一生龙马 官拜陆军中将 退役后担任研考会副职位 他没有留下金山银山 但清廉自持的军人风骨 深深影响宋楚瑜 民国64年 宋达因病去世 临终脱孤 把宝贝儿子 交给私交甚度的蒋经国 他回国不久 他父亲就过世 他的成长过程 就是前面是宋达 到后面他回国以后 学成归国以后 他其实是跟着蒋经国 那蒋经国其实就等于他爸爸 不同时期的照片 记录宋楚瑜追随蒋经国 从贴身英文秘书做起 开始在政坛 展露头角 宋达 蒋经国 生养 照顾 提拔 也替宋楚瑜铺出了这条政治之路